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是 美国作家凯尔哈珀的《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 凯尔哈珀是俄克拉荷玛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 资深副校长兼教务长 哈珀在俄克拉荷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的研究集中在横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上 本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的典范 利用最前沿的基因科学、气候科学和疾病科学 向我们解释了罗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结构性危机 以及他们在面对这种危机的时候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读完本书你会了解大自然如何影响罗马帝国的兴衰 通常我们认为历史是由一些伟大又值得敬畏的人类领导者推动的无止境的故事 但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是 大自然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科学家们对隐藏在自然界中的气候记录越来越感兴趣 这些记录包括树木年轮、冰川、洞穴、甚至人类遗骇 这种记录的意外受益者是历史学家 他们现在对我们的世界在过去是什么样子有了更好的理解 事实证明 罗马帝国的兴衰恰好与地球气候历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重合 虽然我们不能把罗马的兴衰仅仅归因于自然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自然的作用 你会发现罗马历史与环境历史是完全不可分割的 通过本书你会了解到 罗马人如何赢得气候的青睐 为什么罗马人很矮 是什么导致了罗马没有夏天的一年 首先 异常有力的气候促成了罗马帝国的繁荣 罗马帝国的生活 即使是在它繁荣的时候也是艰难的 婴儿死亡率很高 一般来说 预期寿命只有25岁左右 当时没有机动车辆或电信设备 所以出行和通信非常慢 尽管有这些限制 罗马人还是建立了一个横跨西欧 北非和西亚的统一帝国 随着帝国及其内部城市的扩张 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罗马人被迫从周边环境中 开采越来越多的资源 然而 他们从未经历过严重的粮食短缺 也没有绝望地被迫在坚硬的贫瘠土地上耕作 在某种程度上 罗马人是幸运的 他们恰好生活在地球气候历史上 一个特别适宜居住的时期 到公元二十级 罗马帝国减缓了扩张速度 并在其广袤的领土上实现了广泛的和平 在很大程度上 罗马的生活景象 欣欣向荣 经济生产率很高 人人都有足够的食物 即使是最不熟练的工人 工资也在增长 罗马的扩张和繁荣 与一段被称为罗马气候最优期的气候时期有关 该时期的特点是 气候稳定 温暖 潮湿 始于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 一直延续到公元的前两个世纪 在罗马气候最优期期间 太阳给地球带来的热量比平常更多 公元一世纪的温度 甚至比我们这个时代过去一百五十年的温度还要高 同时几乎没有火山活动 这意味着这一时期没有出现火山灰阻挡阳光而导致的低温 这些条件对罗马帝国来说是巨大的恩惠 多亏了温暖潮湿的气候 农民们可以在山上种植小麦和橄榄 而现在 他们再也不可能在这些地方生长了 北非的土壤异常肥沃 为帝国的大片土地提供粮食 相比之下 今天的北非是一个主要的粮食进口国 而不是出口国 气候条件帮助罗马繁荣 但这种繁荣是有代价的 罗马帝国大量的贸易路线和发达的联通性 为传染病创造了完美的温床 因此 疾病和健康问题一直是罗马人生活的一部分 世界各地的人口平均身高差异很大 导致这种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营养 在现代 由于经济发展和由此带来的营养的增加 一些国家的人的身高也大幅增高 以荷兰人为例 在1850年 荷兰人的平均身高是164厘米至165厘米 如今 他们平均高了近20厘米 而罗马人以任何标准衡量 他们都是矮的 男性平均身高为164厘米 女性为152厘米 罗马时代前后的意大利人都比罗马人高 然而 罗马人的饮食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 饮食中也含有能增加身高的动物和海洋蛋白质 这意味着他们还小的身材 可能不是由营养不良造成的 而是由疾病造成的 帮助罗马帝国繁荣的条件 同样也导致细菌和病毒肆意传播 城市人口密集 通过公路和海上贸易路线联系紧密 所以 疾病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 不仅传染病在帝国内迅速蔓延 罗马的城市也非常肮脏 这是他们成为肠道寄生虫的培养皿 水渠定期将淡水运进和运出城市 这一过程 不仅提供了饮用水和洗澡水 还帮助冲洗了城市的下水道系统 然而 废物处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家庭厕所通常没有连接公共污水管道 所以大多数罗马人仍然使用便盆或露天厕所 人类粪便也作为有价值的肥料被卖给农民 所有这些与人类粪便的接触 意味着罗马人可能经常受到蛔虫和掏虫等寄生虫的困扰 至于当时的其他主要杀手 罗马帝国的季节性死亡模式给了我们一些线索 对所有罗马人来说 一年中最致命的时间是夏末到初秋 在这段时间里 伤寒和利脊等食源性胃病和肠道疾病猖獗 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 冬天是最致命的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最容易受到呼吸道感染的困扰 罗马人从未真正健康过 一种比往常更糟糕的新的疾病出现了 它就是袭击了罗马帝国的安东尼瘟疫 安东尼瘟疫引发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危机 沼泽是蚊子最喜欢的环境 它是一片长完草的死水 巧合的是罗马帝国的中心城市罗马 就建在这种湿地上 罗马不仅被沼泽包围 而且它本身也到处都环绕着水 比如装饰性的喷泉 水池和城市花园 这些都是蚊子的繁殖地 蚊子不禁惹人心烦 和携带许多致命的疾病 对罗马来说 蚊子传播的最致命的杀手 是瘧疾 但即使是这种导致营养不良和发烧的疾病 也比不上令帝国崩溃的 安东尼瘟疫造成的破坏 根据一个罗马传说 安东尼瘟疫是在罗马攻陷 梅索布达米亚的塞留西亚时爆发的 当时一名士兵打开了阿波罗神庙里的一个箱子 据说在箱子里潜伏着一股散发着瘟疫气息的有毒气体 它蜿蜒而出弥漫了整个帝国 当然 我们现在知道瘟疫 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天花 早在所谓的有毒气体被释放之前 就存在于帝国内部 公元166年 它在罗马城生根 它的破坏持续了至少八年 罗马有组织的医疗保健系统 包括基本护理 可能减轻了瘟疫的打击 但它的影响仍然是毁灭性的 确定一查 发生在如此久远的瘟疫的确切死亡人数是困难的 但估计的死亡人数从人口的2%到1%不等 军队受到这种疾病的打击尤其严重 皇帝马可·奥里利乌斯指出 奴隶决斗士和强盗 必须迅速被征兆入伍 以帮助补充军队的队伍 同时在公元160年后期 帝国的银矿开采突然崩溃 银矿开采使帝国能够持续生产更多的硬币 经济危机随之而来 随着如此多的人口死亡 对土地的需求也随之减少 同时土地的货币价值也急剧下降 劳动力更加稀缺 生产力损失非常严重 最终 虽然安东尼温义并没有对 罗马帝国造成致命打击 但它确实损害了金融体系 使其在面对即将到来的 其他威胁时缺乏任性 公元三世纪 罗马帝国第一次衰落 乍一看 公元248年的罗马城 似乎与上一代人的鼎盛时期 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但仔细一看 情况似乎不如以前富裕 繁荣 总体上也不如以前稳定 首先在城市里流通的硬笔 曾经是纯银的 而现在不过是涂上一层薄银的金属薄片 现在这座城市四周都是石头防御工事 以抵御外地 一个被称为基督教的神秘异教 刚刚显示出立足的迹象 罗马正处于第一次衰落之中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 毁灭性的干旱 新的流行病和野蛮人的入侵 让我们回到四年前 公元244年 一位名叫肥底的贵族 成为罗马皇帝 他的统治起初带来了稳定 但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帝国被内部叛乱 和跨越多瑙河以及东部的 满足入侵所困扰 肥底在公元248年被杀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一个又一个篡位者 试图夺取王位 同时 罗马气候最优气的日子 正在接近尾声 被称为罗马晚期 过渡期的气候时期 才刚刚开始 这时期太阳活动减弱 天气开始变冷 阿尔卑斯山脉的冰船 经过几个世纪的融化后 又慢慢恢复了原状 北非和巴勒斯坦 遭受严重干旱 最后 尼罗河干涸 使该地区无法获得 粮食生产所需的水和泥浆 帝国正在苦苦挣扎 这意味着 它完全没有准备好 应对另一场 始于公元249年 持续了13年的 塞布路斯文艺 目击者称 这种疾病 可能是由一种类似 埃博拉病毒的 丝状病毒引起的 每天至少夺取 5000人的生命 到了公元260年 帝国四分五裂 罗马货币中的银含量 持续减少 使其币值不稳定 导致商品价格剧烈波动 军事损失 货币贬值和帝国分裂的 综合因素 导致皇帝加里耶努斯 在公元268年被暗杀 幸运的是 他的继任者 克劳迪亚斯二世 收拾了烂摊子 他的统治 开启了一个复苏的时代 使帝国再次繁荣起来 罗马帝国在第一次衰落后重建 但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三世纪末和四世纪 罗马帝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改革 其中包括 戴克里先皇帝 他建立了四帝共治制度 赋予四个独立的统治者 管理庞大帝国的权力 军队得以重建 货币也稳定下来 市场得以复苏 在戴克里先之后 是军事坦丁一位军官的儿子 军事坦丁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在帝国的东部首都 军事坦丁堡建立了第二个养老院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这座城市的人口增长了十倍 从三万人增至三十万人 帝国正处于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但和平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军事坦丁皇帝的统治 给帝国带来了稳定 这些稳定的条件反映在环境中 气候普遍温暖 雨水充足 帝国没有发生重大疾病事件 和火山活动 但在全球范围内 情况就不那么好了 特别是从中欧延伸到东亚的 欧亚大草原 正经历着严重的干旱 这导致了食物短缺和饥荒 再加上不断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 导致了一个从亚洲 向西方移民的时代 其中一个在公元300年中后期迁徙的群体 是一个被称为匈奴的游牧部落 匈奴人的士兵凶残 武器优越 所以他们征服了生活在草原西部的哥特人 公元376年 匈奴人继续迁徙 十万多哥特人作为难民 涌入罗马帝国 罗马人对哥特难民并不友好 罗马人残忍 他们强迫父母卖掉孩子来换取狗肉 导致了哥特人的反抗 公元378年8月9日 在阿德里安堡发生了一场战役 这是罗马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损失 估计有两万人丧生 罗马军队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不久 西罗马帝国灭亡了 它的灭亡分为两次血色浪潮 第一次始于405年 当时 哥特人发动了一系列破坏稳定的攻击 最终洗劫了罗马城 第二次是 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 在公元450年 入侵高卢和意大利 到公元476年 西罗马帝国不复存在 但东罗马帝国依然繁荣昌盛 东罗马帝国经历了两次致命打击 其中黑死病是第一次打击 在五六世纪 罗马帝国的东部首都军事坦丁堡 是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中心 在这里 你可以随时听到街上的人 说着十种或更多的语言 但是 与人类居民共享这座多元化城市的 是一种名为黑鼠的物种 这些老鼠 不仅仅是令人讨厌的害虫 它们还是一种恶性杀手 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黑死病 或献鼠疫的宿主 在十四十五世纪 肆虐欧洲的中世纪黑死病 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黑死病 但它第一次出现 是在公元541年 当时 它蔓延至埃及海岸 摧毁了罗马帝国 黑鼠 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东南亚动物 但这些镊齿动物 喜欢旅行 更喜欢穀物 这意味着 它们非常愿意 在红海和印度洋 搭乘罗马船只 老鼠本身 并不是瘟疫的源头 罪魁祸首是一种叫做鼠疫 耶尔森式杆菌的细菌 大多数时候 鼠疫 耶尔森式杆菌 生活在镊齿动物的宿主种群中 通常是土拨鼠或杀鼠 当跳蚤 吸食受感染镊齿动物的血液 并将其传播给老鼠时 它就会传播 这种细菌会使老鼠生病 导致老鼠数量减少 耗尽跳蚤的食物来源 然后 跳蚤不得已 转而以人类血液为食 黑死病是一种非常致命的疾病 尤其是在没有医疗保健 和抗生素治疗的地方 在瘟疫之前 均是坦丁堡的人口 据说有50万 主要消息来源称 该市死于黑死病的人数 为30万 占该市人口的50%至60% 从公元541年到公元749年 瘟疫在帝国里 断断续续地肆虐了两个世纪 寒冷的气候条件 非常适合这种疾病的传播 也非常适合 对已经不堪重负的 罗马帝国进行最后一击 第二次打击是小冰河时代 罗马帝国再也没有从小冰河时代中恢复过来 黑死病并不是五六世纪困扰摇摇欲坠的 罗马帝国的唯一致命的 看似末日般的世界 公元535年 一座火山爆发 喷出大量火山灰和烟雾 它的爆发导致了后来被称为 无夏之年的时期 目击者称 太阳很少发光 当它发光时 光线暗淡而昏暗 这只是一系列气候异常中的一个例子 公元540年到541年 又经历了一个火山冬季 公元530年和540年 是那个时代最冷的十年 公元536年 欧洲夏季气温下降了整整2.5摄氏度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个气候时代被称为小冰河时代 他和黑死兵一起 将罗马帝国推向了最后的崩溃 公元536年 缺少夏季 意味着主要作物欠收 不过幸运的是 前一年有了大丰收 粮食储备充足 帝国内部的人口 相安无事地摆脱了食物短缺 但在其他地方 爱尔兰和中国也发生了饥荒 这证明了气候变化的 全球性影响 寒冷的气温还导致人口数量 大幅减少 少到当时可能只有10到2万人 以罗马为家 整个定居点似乎都在缩小 大量的哥特部落 遍布西班牙 高卢和意大利 曾经滋养着帝国西部 各大城市的农田 又开始变得荒芜 在东部 由于瘟疫的毁灭性影响 军队已经捉襟见肘 国家无法支付士兵的工资 因此 无法召集足够的军队 来保卫帝国的领土 641年 邻国波斯帝国的军队 占领了亚历山大港 随着波斯的胜利 所有运往军事坦丁堡的粮食运输 都停止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瘟疫夺走了军事坦丁堡最后的生命 公元640年早期 皇帝赫拉克里乌斯 导致了帝国的最终失败 阿拉伯人 包括基督徒 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 在东部和南部 夺取了罗马帝国曾经的珠宝 军事坦丁堡继续挣扎 但罗马帝国已经彻底崩溃 最后总结一下本书的这要内容 由于最近对自然气候记录的科学调查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了解罗马帝国 广袤地区的环境条件 罗马气候最优期 正好与帝国的鼎盛时期相吻合 但这种自然温暖和潮湿的时期 在公元150年结束 导致了一段气候不稳定的时期 并伴有重大的瘟疫灾难 随后 小冰河期和黑死病 给这个因战争和入侵 而四分五力的帝国 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到公元600年早期 罗马帝国几乎所有的领土 都落入了阿拉伯哈里发的手中 好了 罗马的命运 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